品牌卖家排排站又有电商来势汹汹 锁定六月中吸收五十大品牌 须时结合抢市站 掀起国内电商新战局 这段期间其实都有非常高优惠 像是3C方面刚刚有提到 像是华硕 惠普跟微软 他们的笔电其实在虾皮 在这段时间应该就是可以达到 就全网最便宜的价格 不管是否适用3倍券 外资电商不把话说死 主打年终庆祭出补贴招数 不只瞄准本土电商 也紧追另一个来势汹汹的中国品牌 行销不手软 吸引买卖双方 消费者其实在消费之前应该要做好功课 第一个部分是针对商品的来源 这个部分要做好确认 所以我相信平台有所谓的把关的责任 第二个对于所谓相关出台的行销策略 不论是打折还是赠品 消费者应该要做一个分析式 这个商品是他真正有需要再出售买 土洋电商竞争激烈 以统计到今年5月前的资料来看 外商业者访客数以5200多万 遥遥领先其他4家本土业者 砸钱抢势玩不腻 不只考验业者口袋深度 消费者更要精打细算 307版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湖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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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